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雄的竞技场 玩家的寻梦蒂 大家好 欢迎回来 你现在收看的是由乐视体育独家冠名的 WCA 2016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电竞高校争霸赛 春季赛的比赛直播 大家好 我是李博 我是海岛 WCA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由银川市政府主办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型电子竞技赛事 赛事覆盖全球四大赛区 囊括当下最火热的电竞游戏项目 大赛只在打到最优质的电竞赛事平台 让每一位热爱电子竞技的玩家朋友们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电竞梦想 刚刚的季军争奏战是这样 最后一局因为林兰若这边他上的散满 并不是他提交的卡组 他自己主动的裁判说我提交错卡组了 然后经过那边赛事裁判的商量 大家协商因为那局最后判负 也就是说武汉大学的若曦以3比0击败了林兰若 获得了最终的季军 然后刚刚我们也是打听了一下 就是季军是有2万块 而电军是有1万 是有区别的 对这个肯定是 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奖金还是挺高的 作为一个高效赛 一个全民参与的这样一个赛事 如果水友们有还在高效念书的 我觉得也可以去WCA的官网去报名下一季的高效的争霸赛 还是奖金比较丰厚的 对 而且这个比赛其实后来 那比我们S1赛季的职业预选赛 中国赛区的奖金都要高 因为蓝胜者作为悲惨的电军是没有一毛钱的 好 比赛先开始 好 那我们看到最后的决赛 这个骑士有点鬼 是来自广东工业大学的这个墓室不太脏 然后他带了墓室 对 对 然后对阵黄怀学院的快乐龙灵 对 然后这个墓室不太脏 是贼战墓法 墓室被绊了 圣贼战法 对 而对面快乐龙灵德法棋战 法师被绊了 圣德战棋 好 那么 这个骑士的版本有点诡异 带颜色保卫者 那这是不是一种变种的中速的一种 这个神棋或者那种 现在我们说什么套套棋 就全都是圣盾 比如三位三三 可是这个鱼人骑士让我 你新的那把刀 所有的圣盾加一加一加一 但这个是一个应该像是一个 雷诺 宇宙旗 有点意思 带着鱼猪 带着宇宙卡组 宇宙旗 杀入决战 我们来看这个鱼人骑士和鱼猪 感觉这个不是鱼猪旗 就是变种和增速 上面是晚王战 好 住驾师 这边很便宜 上面全场扫衣什么的 上不到报告 出不出报告 还是报告吧 你拿二也不赚 这个 其实这样的危险就是说 有可能会让对方 站到怒火 哎 他这有点意思啊 他两个鱼人骑士 我们看 他可能有个别牌放了两张 这个鱼人骑士 我觉得不是一个皮革的 对 并没有这么关键 对 你可能会有个别放两张牌 比如真心剑放两张 我可以接受 因为你有雷诺 你一定是一个偏宇宙的思路 真心剑砍掉暴冷狂战 这没什么可说的 嗯 这个对 这肯定是这么大 那两个鱼人骑士 那他这个 对于一个鱼人 这个有偏爱 还是觉得鱼人骑士 然后牌的强度 在四倍中 确实啊 现在四倍没有好咒语 那这个也没有强大到一个 就是能够阻止雷诺这个 加血这么一种地步 对 库卡龙冲吗 这个有点尴尬 因为你要不冲的话 会玩的骑士 其实是不砍击猪甲 我给你几点护甲 没关系 他没有血气勇士 所以四倍有点尴尬 我就弄一堆报告兵 给你几点护甲 然后呢 因为我这个四宫 我能砍掉 你明显是一个偏瓦王战 或者说奴隶战 更像是一个瓦王战 对 这猪甲士我不理你 肯定是瓦王战有好 我给你一百点护甲 我就造 对吧 他第一个出的生物也很关键 他第一个 他裸出这个鱼人骑士 肯定不太靠谱 不砍的话你干什么 就我觉得四宫哥 他没有什么事情 不是 你一弓的怪打不死你啊 你一个骑士会被一弓的怪打死 但你有可能被对手 炸热弄火赚很多便宜 就是让第二个出甲士 也还好他脸没受伤 我觉得还好要砍 那你要砍哪个呢 肯定砍满血 因为他另外那个本来也引过吧 也受伤了 石石鬼好像 接刀 果然有炸热弄火 石石鬼接一个刀吧 那这个这个怒火就不慌出了 我觉得 这怒火不着急 现在是过一张牌吗 这肯定不消息 主角是撞着报告兵 砍死这个一侧保卫者 那这个宇宙树 这个宇宙棋又没事干了 哇 所以就这么打的话 这样我吃上去我还剩个1 我还剩个1-1 就这么打的话场面是最强 你再出怪我3-3吃一个小的 3-3吃一个小的张中火过两张也可以 因为我这6点护甲 1-8是砍不活了 而且我还有个4-3 6费的时候我出去4-3接一个 那那什么 奉献 这个奉献没什么意义 这个愚人骑士 是 然后我看一下 这个那你5费的话 你愚人骑士 对 你在这你真心剑砍了的问题 你被三弓的一直踢着 是有一点 是有一点伤的 但这个战药弄火 这个战药弄火好像还是只能过一张 这个愚人骑士 得二换一才能换点 很尴尬 是 那就冲一个4-3把它换了 上去打脸 这两个战药弄火其实很卡爽 我觉得稍微有点卡 对 但是现在如果你 第二个愚人骑士 那这个 这个 宇宙骑士的这个 感觉最隐藏 哇 这个其实有点厉害了 这个好像解不掉啊 解不掉 只能先这样给我过一下 他就解掉 我 等一下 我觉得我会出 只能先过一下 我会出暴乱狂战士 然后三三去吃一一 先过两张 先过两张 不行再过两张 好像也不太行 但是你必须 你好像这么打的话 你必须得有第二个AOE 接一个斩 接一个斩杀 才有可能清掉 那你要 他只能先过两张了 因为我死活解不了第二个 就还是要 那你要先打的话 因为他省三个表 他还是这么大的 出了阵火 你再使用狂战士 你不贪那些成功 万一你是一个猛季阶斩杀 你就很尴尬了 是 斩杀 还是清不掉 还是清不掉 那就再抓俩算了 再抓俩算了 然后砍了 这个 化险温柔 这个放两个鱼人骑士 果然有道理 他有信仰的 这个太厉害了 知道能影分身处掉了 而且这边也不一定不会下到宇宙 打字也想不出 我是想不出宇宙出 放两个鱼人骑士 但是他也是不知道他在之前的赛事 他研究没研究录像 那就谦逊了吧 谦逊了 我觉得还是要造报告 我觉得这仙谣报告看情况 万一是个什么老虾 对 这谦逊也不耽误报告 给他吃了 也不耽误 我先这个 谦逊报告吧 而且你是不是撞的顺序有点反 先撞完之后再谦逊比较好吧 他直接把狂战争装死 他就要是 不然有狂战争又扬起来了 他这样是没问题的 这样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那行 那就是斩杀了吧 斩杀了吧 赶紧斩杀 这感觉 其实感觉 这个化学圆中自己先过一张看 鱼人骑士反而拖 把这个骑士的节奏拖了一下 自己拖了一下感觉 但是骑士现在排的 哎呦 那不行 你出这个斩杀不了 这个鱼人骑士 把那个鱼也吃了 他没有鱼人骑士了 他不像是一个 就是那种王者归来鱼人骑 那我可以还是吃报告吧 但是报告现在没什么互动 只有上了 王者归来鱼人骑也不是很厉害 是 对 因为实费 你不能孤雅丁火直接触发 居然还有神 他是一个变种 变种 我们看雷诺还没触发呢 可能还有啥 真音剑 他又和那种兵法那种 对 宇宙兵那种 五六种 然后他过牌多一点 真音剑应该是这样 因为真音剑实在太厉害了 我们要按照重要性 排在鱼人骑士前面的 可能放两个的排的重要性 但是奉献抽到一个了 所以奉献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是 他奉献抽到一个了 也许他有点把真音有两个奉献 也说不定 对 我的意思是不会因为奉献 触发不了雷诺了 对 感觉上可能是真音剑 马尔卡洛克还是 我觉得马尔卡洛克比较好 因为你四费抽抽 你两个1-1你出个多数 这是什么招 这个就是低于平均期望 毁灭之刃 低于平均期望 但是 行吧 也算干了两件事 比诅咒之刃强 这个 哦 雷诺还没出发 特别有意思 你看雷诺还没有出发 我特别关心什么时候雷诺可以出发 你知道这个雷诺到底 他带了多少两个东西的东西 还有没有斩杀了 哦 这个 稍微亏一点 那这个贪一点吧 对战罗斯吧 诶 这个女王是不是个招 是个办法 感觉上还不错 这个有点纠结 那女王是太贪了 罗斯是独50% 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罗斯可能靠谱一点 对 他觉得还有B蓝龙 还能有杀 他这套牌感觉 我特别好奇 这套宇宙 这叫什么呀 宇宙中速旗 哇 难道他想直接顶瓦王 瓦王 因为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他的套牌结构啊 不 他的罗斯这个 他的大牌已经 哎呦 哦 这样的话就慢血没关系 战瓦王 这样也可以 战是不缺的 能进来几个 进来一个就可以 进来一个 哇 这个不错 末尔之锋 哇 还不错啊 这个太车难 合着不错 哎 两个一色保抑者 对 然后雷诺还没输翻呢 这个雷诺是不是点错了 我就来欢迎你 但你说不应该啊 那我觉得挺有套路的 大概 我觉得这不能 你不能这么多两个两个的 是 你说这个圣盾也特别尴尬 给女王显得也不是 这给女王没有意义啊 显得你的女王就一直办法死不了 你看啊 是不是打死了 人家成功是几 16好像打死了 16 直接斩杀 直接斩杀 直接打死 这个 这个雷诺也 这个雷诺也 这个雷诺没关系 那边成功太高了 不是 我对这个骑士版本就是 哎 反正我确实也非常好奇啊 不过一会再说吧 看那个骑士 不故意 其实这个阿里人如果是恩佐斯乃棋打瓦王战是占优的 他怎么叫恩佐斯了 没看出来 如果说恩佐斯乃棋 或者说甚至是余颜棋大王都有点优势 这是我们打到决赛的选手啊 然后我刚刚也是知道 就冠军是五万 亚军是三万 那他这个骑士是不是被绊了 上次我解说好像没有印象有这种牌 要不然我可能会被说的 那有可能被绊掉了 因为之前的比赛如果没有直播是线上打上来的话 可能其他选手是不熟悉的 看他两个银色的 两个蓝龙 两个愚人骑士 还有可能两个宝剑 两个奉献 这是有可能的 对 那主要是因为法师这些技能 都看到当年的科学家把这个拉出来 而且破牌比较多 他这个问题在于他解场能力比较弱 我们看到他严肃师平等奉献不可能分别是两个 我认为 严肃师可能最多只有一个 他要这么做的话 那平等呢 平等有几个 你放一个雷诺 我个人觉得大概就可能是放错了 就可能是个凯云雪蹄 或者是他女王已经看见了 他可能就是有想法 因为他放错了一只打打决赛的嘛 我觉得不应该 他还有什么 也可能放错了 当一个四八六分杠六出也是受的 以后我们再看看人家这个卡组 我们看高效赛能够我们一些耳目一新的卡组也是挺好的 相对来说这个思路是好的 但是有可能这张牌真是关键事 让这种烈人什么的绝望 因为你这么多两张牌 放了一张雷诺还能成功释放吗 你根本就不会防啊 你觉得还有雷诺 我现在又开了看 可能是宇宙战 看见雷诺肯定是宇宙戏 后来发现这个东西表面有点多 只能叫雷诺奇 并不是很宇宙 行吧 那么他 他又上来 咦 咆哮德 这应该是野兽 野兽咆哮德冲锋比较多 这应该是野兽 对我们看他的卡组确实都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不是一个很 不是一个就是很常规的 这个 刚才是谁是谁赢了 刚才是那个战士吗 那个这个牧师不太脏的战士 对对对 贼战法是他的算卡组 德齐战是快乐龙龄 对吧 然后快乐龙龄骑士输掉 现在用他的德鲁伊 这个牧师不太脏 这个德我有印象 这个德确实他带着这个银色 其实又带着这个大螺丝 上次我碰我开始以为是一个打脸德 后来这个牧师突然爆了这个螺丝 他还有其他成卡 我记得好像还有其他成卡 这个选手就非常有意思 他的卡组 你看他说我们就常用 那张三分是一个打四或者加八点忽压 野兽之路在琪里特里是有适用的 可以用 对 因为他打四嘛 相当于这个暗影剑 然后可以加八选 相当于三个加八 还可以 二一冲锋 冲锋 但是这个冲锋 那这个激活给这个也 我要不要强行 给诺森多不太好 确实 我在想我要不要现在出一个很大的大范 硬币 毒药 被刺 大范 你德鲁伊玩去吧 八八了是吧 对 八八其实德鲁伊也不是不能解 德鲁伊解这个八八还是相当于来说 比如随便撞一下 然后接一个这个横扫或者愤怒什么的补刀还是比较容易 他有这个想法 接个六六的 是吧 硬币 大范 这是因为我面的一个德嘛 还是要接个八八 我面的一个德 八八那这个大范怎么办 你说你你你你你干嘛你你激活诺森德撞一下 你刀砍了你半滑鼓打你脸 因为手里没有横扫 我横扫他被激活动了 其实我觉得他上回合就应该是激活出一个这个利爪德 因为你利爪德出的时间会卡很长时间 当然他他他因为他上回合是这样的 上回合没有这个四费在在手里 他上回合如果手里是是这张四费的野兽 而不是诺森德的肯定就这么干了 那这个被刀扇加变连解掉 不用啊我一个三费打五就可以给你解了 三费打五也行 或者我可以刀扇加那什么 下回血法加三费打六 他为了这个抢那个把这个刀的玻璃 把节奏稍微 那个八八大范至少好像就解不掉了 对所以所以他这个 你看他这个版本很奇 当然我看就是说这个版本有很多前期的这个冲锋 又有很多后期的生物 对这个就很有意思 那只能利爪德加班大罗躲了呗 如果能打中的话是有机会 对这个是打掉的话 然后利爪奶回去 防你一个横扫 对那这个 你一二三三 独刃接军妻姐 只用独刃接军妻也可以 只用独刃接军妻也可以 其他没法 如果你不抽到军妻就是八八 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独刃接保一个八八的放礼服 他想明白了 因为是这样 如果不抽到这个军妻 我想的就放个礼服 把他踩死就算了 踩死了 大地方乃三点 乃成一个8-7 你得路易还是处理不了 这个罗斯要赌命了 就像飞狐那个罗斯万军功 取杀之下手机一样 六分之一啊 看看这个 这个只能处罗斯了 闭眼罗斯 这也没办法 他即使打死这个放个礼服都不一定赢 打死放个礼服 机会很大 这个贼很难处理 贼现在手里没有温柜 看看怎么样 能不能打中 那是不是就快死了呀 很难了 放个礼服要不要解这个罗斯 应该不会解 大地环 赢了吗 血法 血法 大地环 血法 血法 这还能出个军期全奔脸 血法军期冷血12 14 14 差1 血法军期 然后你要么有强 要么有奶 不是 你首先得罗斯打死放口底部 这是你的运气成分所主导 已经不错了 这打脸上这已经出了 然后有奶的话 德鲁伊只是武术没了 然后可能也就是利软德有一肩变脸 是比较不错的节奏 就是下巴掏了利软德变脸 打死对面这个血法师 赌对面没有伤害 是有一丝机会的 大地环 大地环 血冷血也 血翻刀 这样的话这个军期冷血伤害 就是说这时候 哎 他为了保证这个 不是他保证那个螺丝不一定的 对一个是螺丝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死了过张牌 也早过刺骨 打三 二三 王牌 王牌崩了没有用 你还是得 还有几 王牌崩了有点用 没有用 你便脸咬了血法 打了那个谁 但已经死了 他是三 除非对面抓一个大费的牌 抓一个大费 你连击完全击 三个费次就可以 抓一个低于三费的都可以 两费的就可以 任何一个 那你要不出王牌 肯定是要保证 你要处理那个三三 你最好点 如果这螺丝打偏了直接击击 直接击击 不打偏有一丝气候 也很难 反正 反正刺骨还没出呢 你便脸 躲不开刺骨 这两张要当击击了 两张不安 还打脸 他跌头 快跑 他还挺有意思 他经常感叹 那这个2比0了 马上2比0了 快乐不快乐 龙龄的咖子我都挺有意思 我希望他一会上一场战士 因为我没见到他战士的形态 战士我觉得不能太准了 对面上一个法师 会不会是一个拍电影还是一个冰法 我觉得是火药法 这个环境其实不太好 火药法现在经常也打出冰法的节奏 其实就是一堆法师 就是一堆法术 然后打出很高的爆发 然后前面的怪 其实就是给对面压力非常大 因为法力龙火药 在现在版本的火药法当中 是法术最多的一个时代 主要是密法保险太厉害了 契合度非常非常高 我们甚至就是法术这么多 甚至很多人舍弃了安东尼 对 但是就是法力龙跟火药去节奏也好 然后契合度也非常好 所以就是说感觉上还是法师 就是火药法厉害一些 比冰法的纯强度上 好 所以最后还剩一个法师 对 然后是法师 这边是德战齐 这个法师现在感觉就不太容易被三观 实在他也是有 应该也是有尤格萨龙的版本 是 尤格萨龙虽然是一张很没谱的牌 但是现在最近很多比赛里面 也都是大方异彩 看一下好像说的稍微有点问题 先说一下 有些卡组 火药法这目前环境卫生这么强 主要是因为密法爆点 他抓三张牌 这三张牌有可能带来第二个密法爆点 或者说出个冰箱 或者说出个AOE 出个炎爆 蓝胜者在打张伯 就被这个密法爆炎炸出来的两个冰箱加一个寒冰箱提皮 对 这是WCA的第一赛季的先下的半决赛 感觉就是 密法爆炎这张牌伤有点强 不过5费我也可以接受 毕竟有时候给的是一些不太靠谱的 对 但是说还是不等于5费过三张 你对比一下滋养 滋养是抉择可以二选一 如果滋养配路亏那就不说 但是说单卡强度 滋养后期可以过三张 因为你也在早期的时候 你也不会过早的去考虑疲劳的问题 就是说法师的法术全有用 很少有没有用的 冰箱经常特别蠢 冰箱那个是比较烂的 但就是说现在这个法师是非常的随机 其实你要说强度也不是很过分 我觉得强是强了一点 但也不是很过分 你跟滋养这种一对比 主要但是法师里有巫师学徒 有法力服务龙有火妖险的 我的法术也有额外的附加的收益 现在如果火妖跟巫师学徒通向上 我现在先把巫师学徒解 因为这个 巫师学徒赚太多决斗了 巫师学徒赚太多决斗了 然后可能紧跌再贴两个奥秘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光光现在确实也是非常有意思 火尔卡是一个就集娱乐跟强度于一身的卡组 其实你对游萨游战可以理解 我曾经听过人 跟我说了一个概率 就是说 游战萨龙在七八个法术是最底下 如果再多的话可能就出一些 比如说什么自己过拍过渡 什么星界沟通 什么全场杀 然后全场杀完之后也就算了 还过一堆牌 对 还自己爆牌 我昨天十分的太要命了 我昨天打了一个宇宙树跟一个火炮 打游战萨龙之后 开始是给我使了一个星界沟通 就把所有全气光 然后又使了两个急跑又抓了巴掌 但是没拍过来 虽然是被抓死的 但我就感觉这张游战萨龙有的时候真是导演电影 可能是个喜剧 有没有是悲剧 但是昨天星妈的游战萨龙表现 全是正面法术 真的 是我看过游战萨龙最厉害的一次 不过他气眼透明了两次 这个法师气眼透明好像不太厉害 不太关键 因为你也换不到任何其他职业的职业牌 然后他好像是造了五个报告兵 然后又给游战萨龙切了个buff 然后还有各种法术去打对面 反正因为那个战士打的不要不要 确实 那么现在双方可能也是在 快乐龙领也在选择自己的卡组 他还要选择战士 他要让他每个卡组都发挥一下 冰法吧 我觉得带韩文职者应该是冰法 像是一个冰法 而且说明主牌带了不少奥秘 他有3k43 冰法打网上战 其实我觉得是冰法占优一点 因为现在网上战的护甲 没有图哈特 没有冬天格党 但是战士毕竟是可以一直叠护甲 而且他们我们还是有一个预设的前提 就是互相研究了对面的比赛录像 我知道你是冰法 他们排组已经都定了 对所以我知道你是冰法 那我出一个战士 那我觉得这个骑士和德鲁鱼打冰法 还不如我们的战士 所以他写着剩战士 对肯定战士 我觉得还是战士战优吧 感觉上 还行吧 他必须得出生物 这个普通你要不要解 不解的话就直接是一个至少过两张 感觉上还是战士3好 还是拖 对啊 他有可能说应该就是冰法的一道命 他可能是一个节奏的吧 这个就很简单 也可能是变种的一个方法 对就是监弓 然后上是个冰箱 冰箱 你试什么我也不看 对吧 这个斧子砍的比这个股东重了好 他还不是一个王王战 他有弄习 有弄习 对就是美猴叠甲 美猴叠甲 叠一半冰法就可以跑了 毕竟是战士 你12斧子不如卡了 占一个 这个是不是不如卡了好 也不是 就是 他不想卖血吧 就是说我不能什么也就算了 可以占两个生物 对于这个法师来说 是 卡了是比较好 占一个422的苦痛 对面也难受 必须得交个法术 是 交的话是交火吧 交是不会交火灯架的 对 因为你剩下那个火充点脸1也没什么卵用 有双弄习 那这个 426这应该是一个偏后级的 你土豪战也会放这样的一个配置 土豪战这个血系龙是战士的标配现在 对 没有战士不放的 563这应该 这可能是打一个弄习就算了 那这个可能是火药法 不是啊 他还是感觉上偏冰法 你看有红龙的 有红龙的法是不一定 他可能是 那些可能是那些法术上的东西 可能没有冰枪 冰锥变阳 冰锥没什么用 你这排就不缺冰 我觉得羊会好一点 你打一些战士的 对 跟羊嘛 盐枪处只能打那个地狱咆哮 红龙还不太配 但其实也凑合 就是因为你羊是6 会解干净一个怪 是 盐枪有什么东西是 是盐枪处理不了 必须要拿羊来处理的 战士来讲 有时候可能我宁愿这个盐枪 给一个助甲师少变点甲 对 就是 死亡之际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厚的战士 大后期的战士 很厚的战士 6点甲太多不能慢 然后变个甲吧 这个选择不着急激动 把自己的甲堆上去 才是这个游戏的 对 打的比较激进 行吧 这也可能 无所谓 两点护甲 不是那么关键 那就这个圆强给打了 就稍微有点疼 是 这太疼了 不是 就比这红龙就少一弓 暴风雪也可以 没有 招包你还也教 那个怎么练风暴 你还 你要脱吗 对 因为你不上怪吗 你打的很激劲 你要脱吗 但人家上第二个 你怎么办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这个 炎强打的比较好 炎强打的他也上第二个 然后你再把我们折是吧 然后挂雪猴 挂雪猴 防对面的这个冰环加末日 也还行吧 这个战士打到现在 也是有宝点 抓好像会爆牌 12345678 你必须交个寒冰剑给他解 寒冰剑加那个宝点 可以 可以 先解的再没有宝点 对 这样的话就是你还有 这个寒光剧果想做 比较奇怪 想爆牌好像挺难的 想爆对面战应该挺难的 不是爆牌的问题 哇 如果有安东尼还挺好 对 两个经济练练练直接给 一堆火球 这经济练练解大怪不错 比炎枪要好 对 对 那这个法师的解释 诶 哦 开始讲 打得很凶 对 这个的话就交岩枪了吧 我会不会交岩枪呢 这个战士研究过对面套牌 这么大 那继续得有后招还是 或者就是交那什么也行 就随便交什么都可以 交岩枪啊 交岩枪出343 这肯尔托接这个刀 对啊 接岩枪 因为你接不了那个 本来如果没有肯尔托 你可以点一下 接级练练打6 对 可以说接硬币级练练 没必要 你炎枪就有啊 你继续练练 你炎枪能打到继练练 我觉得战个场合是好一点 因为地面收入比较猛 战一个场还好 他现在就是冰枪别太早被打出来 抓个冰甲比较好 还有红龙其实一点也不荒 好 战士的节奏没了 他不想红龙打对面 十一维裸出 那你基本上这个十一维 那我觉得战士这种节奏 已经进入一个很奇怪的结果 那边这条鱼就钻好了不错 前期打点后变成土豪的开始堆点 对 他前面打得有点急 慢慢打 宇宙法有可能吗 不是 他有两个还真剑 对 他这种放这种 他这有可能是要拿一个奥秘 他没有 奥数傀儡 奥数傀儡 3分44 不错 因为那战壕已经无所谓了 点掉 奥数傀儡 对吧 他怎么想拿一个奥秘 拿一个奥秘 33直接把奥秘挂出来 对对对 其实奥秘对于战士的口 拿一个反制才会好一点 他如果有的话 对 反制或者扰咒之类的 对 好 上斧子你砍脸还是怎么样 猛击先过一下 猛击要出傀儡是没有问题 他就死亡之类是不是准备 到过一会儿就直接出不算了 不打算过了 全解了 坎脸 他这个战士的速度 打得很拼 对面有红龙 你这样把自己手要耗光了 你很难赢 他不知道对面的牌 这个是一方面 那我觉得现在先喷算了 就直接喷了完了 喷吗 你喷了之后 比打开冰箱再喷好一点 对 因为你也没什么能出的 你挂冰箱被喷了 你觉得是不是很难受 现在 所以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喷他那刀 还可能再看出来 就他一个耐久 算了吧 这是他最后一把刀了 喷了吧 万一对面出个大哥给你弄了 你大哥站起来 他就两张牌了 你红龙不用喷对面当伤害用 他两张牌你跟他耗着打 现在拼手牌优势了 我觉得法师这把手牌货比较多 现在问题是他这个鱼不敢出 鱼给对面牌了 他还有铜须 铜须跟鱼 这个铜须跟什么战斗配合 除了鱼之外 我觉得这个的话起砍就有几个配合了 只有这个铜须 还有这个虚灵 虚灵法师 可能还有蓝龙 对 有可能 诶诶 他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铜须也不慢 鱼也好吧 鱼也不应该交 好 助甲师 我觉得快上死红之意了 你这个砍死吧 砍吧 不砍的话 你最还是上人的意义 对 好 这就进入一个漫长的一个段隘 身边的鱼憋很难受 不想让你 哦 两个甲虫 哇 这个好转手牌啊 这个 撒肺的 轮回有点差 轮回一般 相反还好一点 这个奥秘 没有你那两肺牌是稍微有点蠢 反制 先来个反制 没什么问题 你这个铜须都解不掉了 铜须解不掉了 你死亡之意你都不敢出 还是得出 我觉得就避眼出了算了 怎么你看我法师还敢跟你护甲呢 对 我就避眼出了算了 先出这个吧 这个拼了吧 先撞那边看一眼 万一是 哎 这 他转那个了 他刚刚试出来不是那个什么了 不然你 你该无脑堵罗斯吗 罗斯怎么办 打点 如果打点其实还不错 因为对面比较有红龙了 哇 那这个红龙 好像 红龙也不太好 所以强行就给你解了算了 五会打八给你拼了 对啊 你觉得韬位大哥绝就赢了呀 那没办法 所以说我觉得上锅喷是一个好的 上锅出点生物根本就不疼 实在有点小 但如果你这个上锅的红龙被罗斯打了呢 那这个初线就是结了 我还食物选慢慢打 手里有变牙或有什么一堆法术 我肯定是不怕的 还注意一下盘序 不要给对面一甲服务 我觉得这个 就只有一个吼爹一抓 现在也没有死亡之奖这种牌 库卡龙没有 库卡龙 库卡龙又没有 不知道他那种版本 你拗命我不管什么 反正我就撞了呗 是 哎 那死亡之役吧 我觉得 还是要出死亡之役 肯定要出的 然后种个备羊 然后被红龙喷回来 足 但是他等于你又多了一轮时间 是 轮回看给什么 又是那个同学 这有两个意思 同学舍不得走了 变羊 不行 赖在这不走了 点掉 点了过了 点上过吧 就赌这一手了呗 这一手有没有 就库卡龙跟那什么 因为也没有小虎子 这库卡龙帝 哎 女王 女王没有用啊 送啊 那可能还能有一回合 是 好像还能有一回合 你就不能先出红龙了 今天撞了 撞了 撞了火把干掉 撞了可能呼拉干掉 你没手牌了 你火把是伤害 哎 呼拉干掉 万一神兽一个放弃特息 还是 好 又一回合 又一回合 三回合 他每出一块做一回合 有没有伤害 哎喷谁 喷自己啊 这还用说吗 好尴尬啊 是啊 但是破完自己之后怎么赢呢 好像赢不了了 喷完了也不是人家晋级烈焰还要打你 你再抽 不是喷完之后我觉得 哎他不出了 那我喷了 这不出了 你谁这么猛的攻势 你不出我觉得 那就没有机会了 哎呀 这个15点你怎么样 哎 这个有点硬 但也没用啊 你来我往 这我是不是可以占萨龙啊 萨龙有点危险 万一你这么大优势战盒 万一你被人家 你什么时候占啊 那你要教什么呀 哎 这是什么奥秘啊 轮轮 我没看见 可能这个冰箱他很快就挂了去了 所以应该尽量吧 这个 这要一轮节奏 对啊 因为你有一个怪吗 我可能会把你打死 这是他有选择 寒冰护体 寒冰护体这叫冰甲也正常 好 过一张 别说啊 这个交的好不及 他不考虑大法山军一次开刷一个一次 他现在已经 他现在已经扔了两个斩杀 两个敦猛 敦猛被死亡之意扔了一个 王牌也交了 所以大马师已经活了 那有过萨龙吧 有过萨龙还有可能出事 那你不出吗 他交过几个法术 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他没交过几个法术 那你就再占一个 就再占一个零七 你快没牌了 你越完你就越没法交 你只要不给自己玩崩盘了就行 你指望对面上第二个怪吗 对 这样你就忽拉了这个 在现在这个法师想用 我觉得得靠安东尼亚斯 有啥龙有可能给自己找一些事 如果他有 安东尼亚斯可以 点一下 我他卖四点血给你 我血还比较多 就算给这个法师一个完整的回合 法师能出什么 真有库卡龙 刚刚就是没抽到 那还是要解这个摩尔将联 我觉得你都上过你都拿斩杀解了 你这伙一枪脸有什么意义呢 你这伙一枪脸让人不用理你了 感觉上法师带了库卡龙 带了死龙之意 那到底是 应该不是网红战 我觉得 很奇怪 反正也不像传统 这个龙龄的卡牌好像都是自己购取的 这边忽拉了 看下巴能抽一个什么东西 抽什么管用 只有过牌咒语管用 其他好像都不太行 好 红红喷 我觉得红红应该喷对面 这强行占一个8-8 对我8-8比这个红红有什么用 手里对面已经食物学了 你还起码把对面打死不成吗 直接秒掉 这怎么可能呢 他能发现这个问题 他觉得出完助甲试的时候 六股肺我怎么演 演不下去了 他觉得是不是应该喷一下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龙龄选手可能 即使你要猛攻 你应该要多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他假设他一直是防守姿态的 你觉得这个局势会怎么样 双方战士至少得有六七张手牌 这个鱼有点意思 现在是谁过牌多 感觉是差不多 我们可以看一眼 战士过过牌吗 猛击之类的 两个猛击 扫机的鼓动 法师过过牌吗 笔蓝龙 上面多少张牌 战士是四张 八张 上面八张 那我跟你耗着 我觉得上鸿龙吧 你再不上鸿龙 你这个鸿龙什么时候出 挂龙不着急 是个冲锋怪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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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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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哲出了 因为刚才我看的感觉上是法师是薄一点 那法师是厚吧 法师是八张 对 战士是四张 他已经没有末日了 点一下 然后再 再点一下 光风雪 对我给你护甲 你看我前进是好藐视战士的护甲 还有一个好跌里边 因为没有呢 这不能出了 这不能出了 你出了我点你 哎哎 这个有点 这你不能出啊 你只有三张牌 你苦痛都抓来 你也不一定能有什么作用 这我是这样 我直接点苦痛 然后冰环 对啊 就每会点你一下 然后再苦痛再爆苦水 你现在有一个冲往天国的倒计石了 对吧 我觉得我还有一 薄点啊 他直接这样 对吧 就把他点死算了呗 那他不点我给你留着 我要他我刚才就犯欠 我就冰环 我已经没有苦痛了 这法师有点有 大哥吧 混豆 他吼叠成底了 这肯定输了 这肯定输了 没有大哥 哈里森还不是 那机器了 这个混豆有没有 AOE就是把这两个牌一解 这个加时就把自己比较分 站两个鱼用一个冰环就可以了 哎也不是 看看自己的牌 排手输了 我这儿有 可以在斩杀的时候再用冰环 寒光先知 哎这自己还 寒光智者 最先冰环 硬币了 有V要硬币吗 我觉得还是要硬币了 对面我把你牙人撞死我就赢了 对我一会还要火把呢 撞死你我就赢了 对我一会还要火把 我火把又能多一张牌裤 那这个牧师不太脏 你都要上3米0 对 可以确定应该3米0 都不可能反了 你都没牌了 邓与罗什么都不能干 你也不能施了 这肯定比你护甲长得要快很多很多 对啊 你现在就是血线多一点 我觉得这个龙林学生可能 还剩两个块给他 是 第二个还要不要出 出呗 这乱漏也无所谓 他这个战士的版本 我有一种想法 他还有双火把 对 我觉得这个战士的牌是不是不太齐啊 他猴跌见着了吗 没有猴跌 对啊 我觉得他是不是不太齐 没什么道理 对对对 但是也杀到决赛也是不错啊 也是很有实力的 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德还胜了个最大的 那肯定是投了吧 因为人家有双火把 他是觉得对面疲劳肯定比你要少得多 就算人家现在疲劳2 你也赢不了 对啊 双火把谁理你 然后两张牌组 我就打一个火把 开一个宝点啊 要是我 这就可以跑了 那么这个 他这三大牌都有点意思 跟别人不太一样啊 这是自己构组 可以说这个刚刚才的选手 拿到了亚军跟3万块 其实挺好的 我觉得不至于 但是如果真的排不起 拿着3万块 也能买不少卡包了 打着挺好 但我觉得他前期怎么打的那些 我不相信所有他的选手 都是这种不棋 但是后天 真的没看到 他也说你放死亡之意 李多亚应该是有挖矿的 是有伊丽丹 是有伊丽丝 竹星的 李多亚是有这些东西的 对 这个被法师给拖死了 那我们也是恭喜 好吧 这个牧师不太脏 3米0 确实不太脏 因为没上 他牧师没办了 确实不太脏 我们可能挺脏 我们也没看到 然后呢 也恭喜 这个来自广东工业大学的选手 拿到了最后的冠军 然后也是 全民高下赛的第一季也是圆满结束了 最终的灌压祭奠 这次就是前四名也是产生 对 对 然后明天是Dota2的比赛接下来 然后感谢指定合作品牌 OPT指定合作游戏平台 360游戏大厅 指定合作音乐媒体 百度音乐 以及游戏合作媒体 新浪电竞 游9 腾讯游戏 17173多玩太平洋游戏网 凤凰游戏18183游戏网 电玩巴士52PK 超级玩家178游戏网 要我玩大电竞 游9看比赛 911游戏网 安卓网 特玩网 游戏狗 口袋巴士 NGA 星境界 笨手机 58game 苹果园 131游戏网 锐派网 驴法师营地 一点资讯 掌中宝 易竞技的大力支持 也欢迎大家今天的炉石项目的高效的比赛 就直播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关注 电竞高效争霸赛的Dota Dota项目的比赛 Dota2 好 好 那今天就单级大考虑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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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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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